就算被劈腿 也能忍到最後一刻的傻子 所以其實我們的題目已經定義了 你們就是傻 好不好 我們來看傻子前三名 我排了四名上去 好不好 第三名 第三名有兩位 一個是巨蟹 一個是射手座 我覺得巨蟹星座有一個前提 就是它是念舊情的 所以你們要有夠長的舊情 只要這個舊情在 他會覺得 這就是人生的一個波濤 我等你度過 所以基本上巨蟹會 看著你們的情分來決定這個事情 可是它有額度 那個額度如果被用光了 就是它對你已經測心了 灰心了 死了這條心 然後就沒有機會了 可是我們在旁邊一直很用心的 要它測心 都沒有用 那個叫做旁邊的 不是裡面的 裡面的事情只有它知道 那至於射手座就是 莫名其妙的樂天跟餐餐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這麼樂天 他總有一天會回到我身上 你應該叫利樂天 你應該叫利樂天 就是當他覺得 他想包容這段感情 他的包容度無限大 就可以無限大 比如說你去劈腿但沒有關係 我們就先從乾兄弟 乾姐妹 坐起沒有關係 然後我還是在你身邊 然後你要拍拍 我還是拍拍 你要回來還是回來 要重新交往還是重新交往這樣 所以它對劈腿的容忍度 也是滿大的 來看第二名 第二名是 大家以為它是受害者嗎 雙魚座 我們現在講的是原配 我們現在講的不是小三 小三當然就什麼都能夠忍 但是作為雙魚的原配 他並不傻 他們通常是還滿有手腕的 也能鞏固自己的地位 但是如果遇到老公 或者是另外一段 老婆劈腿 他還能忍耐 通常是為了一個原因 就是生存 比如說他已經習慣工作了 另外一個人養他 那麼就算被劈腿了 他也得忍 對 他也得忍 因為我還想靠你 然後未來靠你還是比較舒服 比較輕鬆的 所以這個部分算一算 算盤划得來 那我忍耐 好 我們來看第一名 有贏過這些星座了 你能猜到是誰嗎 猜得到嗎 天蠍 誰啊 天蠍不可能 天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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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秤有一度我有考慮 我覺得天秤也是滿呆的 我覺得我超能的 王子不會吧 我封給 獅子 獅子 還晨曦 獅子是不是超愛面子的 超級愛面子的 我就是面子 而且尤其是晨曦剛剛講的 前面太有偶像劇了 我覺得很多獅子會為了 不要讓別人看穿這偶像劇的 背後是鄉土劇 就撐在那裡 所以今天如果那個男的愛的不是 另外一個男生 或者他對妳真的還算有感情 我覺得獅子不會放棄 對啊 真的 對啊 我也不打放棄 我那時候一直就在問到他 要怎麼樣聯絡到他 因為我覺得我也可以 說不定他可以喜歡我 不用選那個 他就也不用對他媽媽難交代 獅子是 我跟你交往得越久 我就有越多放不下的原因 所以非常非常可怕 我有見過一個獅子座 他是知道另外一半劈腿了 那個人還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還去娶了別人 因為那個人告訴他說 我欠我這個前女友一個人情 我必須跟他結婚才能還他 你等我三年 結果真的等了他三年 不過幸好三年後他離婚了 真的有離婚 離完婚以後 這個男的 就是這個獅子座 就覺得我等到了 我們什麼時候結婚呢 這男的就說 請妳 他說唐老師請妳告訴我 我是一個會劈腿的人 這個男的用心良苦 叫我警告那個獅子 那的確他是如此 所以我就警告這個獅子 我說他是一個會劈腿的人 他永遠有二妻 你要考慮清楚 他說沒有關係 而且我已經等這麼久了 我一定要把這個 大老婆的位子給坐上去 然後我還是很正宗的警告他 我還是很正宗的警告他 我說我知道妳很愛他 可是他再跟另外一個女人在一起 妳真的受得了嗎 我就把那情況再描摩一遍 他說沒關係 那我生一個孩子 我每天就看著我們的孩子 我可以度過這一段 他還是要結這個婚 所以我一定要讓獅子說第一 我覺得他們的 為了他的這個面子 他忍耐度無限大 你們還年輕 到這個年紀 妳就會明白一切了 這些都是一個過程 一個功課 妳也不要再等了 那我們就離開了 那如果他會呢 就回來了